嘿嘿嘿 进宪宫 将杀其世子身生 公子 重儿未知曰 自 何言 自知智 五皇子 记笔记这种事 当然让半读来做才对啊 交给我 放心 果然是不长血字 准头不够 下笔狠了点 五皇子不会怪我吧 无妨 好好好 那就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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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 我死了 十几 不够 天安 十 是我上空之心 呃 殿下 今日可是累了 这韩世仪 每日给本王找麻烦 真是乐此不疲啊 殿下 既然他这么不识抬举 那就给他撵走算了 你扯我干啥 我说的都是实话 是该教训教训的 本王能统领十万大军 还制服不了他 也不需要担心人口的问题 而是应该担心境内是否安宁 财富分配均匀 则无所谓贫穷 他今儿个中邪了 咋都没理你啊 脱下吧 不错 今日便到这里吧 明日休暮 放假一天 大家回去好好复习 后日考试 终于可以去听春了 君子 明日 赶紧商量商量 明日去哪儿玩 好 君子 安十一 殿下有什么事 回头再说吧 我着急回去呢 后日寻考准备得如何 反正 这倒数第一的名字 我是提前预定好了 放心 你肯定抢不过我 你既是我的半毒 你若考不好 不仅丢了本王的颜面 也间接影响了皇家的颜面 不如 本王帮帮你 帮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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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